这是一个令九龙区重案组和廉政公署都头疼的亡命之徒 他飞扬跋扈气焰时分小长 原因就在于警方和廉政公署都希望跟他合作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警匪片《五虎将之决裂》 这部由曾志伟指导无限五虎将连妹奉献的影片可称得上是一代人的回忆 故事发生在90年代的初期 华仔、韦仔、三哥和小黄同是九龙区重案组的参员 这天他们在顶头上司老梁的指挥下正在跟踪著名的大坏蛋大傻 大傻的反侦查能力特别的强 不断的在大街上兜着圈子 当他认为一切都安全之后才鬼鬼祟祟的走进了窝点 警方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一窝蜂的冲了进去 大傻一看大事不好急蒙虚晃一招仨子就撩啊 但由于笨手笨脚最后被华仔逼到了广告牌上 大傻虽然一脸的横肉但是相当的不扛揍 而且智商也不太够用 在华仔和韦仔的威逼利诱之下 很快就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全说了 真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大傻 根据大傻提供的线索 中安组的探员们在毒品交易的地点进行了布控 阿汤哥是黑帮老大泰哥的手下 在黑道上是出了名的叛徒 也就是墙头草随风脑 谁得事跟谁混 当泰哥正在跟老罗交易的时候 警方如神明天将把这帮人给包围了 经过一场鸡毛乱飞的枪战 三哥不幸因公负伤了 小黄把泰哥给活捉了 而警长老梁则抓住了阿汤哥 不过这二位的关系可不一般 原来老梁居然是阿汤哥的姐夫 阿汤哥的姐姐临死前 曾托付老梁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弟弟 在阿汤哥的苦苦哀求之下 老梁的心软了 虽然老梁不情愿的放走了阿汤哥 但交易毒品的那一千万却留了下来 得知自己的老公受伤 小蓝急忙赶到了医院 当年的蓝简营可真是颜值的巅峰了 可惜红颜命薄令人唏嘘不已 面对着毒贩留下来的一千万 每月拿着死工资的几个贪员动心了 华仔和韦仔冒险把这一千万脏款给贪污了 并且准备把钱分成五份 但正值的小黄却不肯输钱 并且催促华仔和韦仔赶快把钱交上去 华仔的这句话真的是意味深长的 这部影片也将当年风光无限的五虎将 彻底画上了一个句号 除了憨厚正值的小黄 最后这一千万被华仔围仔老梁和三哥四个人给分了 每人二百五十万 这个数字看上去似乎不是那么吉利 警长老梁跟自己的女儿小侠矛盟短很深 妇女俩已经好几年不来往了 为了弥补对女儿的亏欠 老梁决定把贪污的钱都送给女儿 话说当年的温币侠美的也是不可放物 有了钱之后 这帮人开始花天酒地了 尤其是华仔一点都不低调 这也为之后的倒霉埋下了富裕 很快阿汤哥找到了老梁 以那一千万为要挟 要求老梁把他的老大泰哥给放出来 老梁把这件事跟其他人一说 大家伙全都尿了 钱是吐不出来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 只能是设法把阿汤哥的老大泰哥给放出来 在大家伙的劝说下 小黄在法庭上不得已做了伪证 使得泰哥被无罪释放了 为此小黄还被陈景思给臭骂了一个 为了彻底解决掉这一千万点事 几个人把阿汤哥给约了出来 本来他们打算把钱还给阿汤哥 这事就算翻篇了 但阿汤哥不要钱 他就想用这件事 一直抓住这些人的小编 为自己今后的违法乱及保驾护航 可以说汤真夜在这部影片中 贡献了80%的演技 风头完全盖住了其他死骨 根据阿汤哥提供的线索 老梁带着手下 成功的抓获了大毒犯老罗 但为了借刀杀人 把阿汤哥给干掉 老梁最终把老罗给放了 并告诉老罗是阿汤哥出卖的他 企图利用老罗把阿汤哥给除掉 果不其然呢 老罗当天晚上就带着人找到了阿汤哥 要说阿汤哥真是个狠人呢 一看大势已去 不仅干掉了自己的大哥 也把毒贩老罗给杀了 本来为债有一个活捉阿汤哥的机会 但是却被他自己给搞砸了 这部影片在细节上 处处隐藏着寓意 而为债的最先出局 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杀了为债的阿汤哥 谎称自己要去泰国避风头 要求老梁等人把钱还给他 本来老梁等人想趁着这个机会 把阿汤哥给摆平 没想到却中了对方的拳套 原来阿汤哥已经跟廉政公署合作了 他要利用廉政公署 把这帮不跟自己合作的警察全都搞定 小黄被抓之后 廉政公署再接再厉 把老梁华仔和三哥全都控制 并且连夜进行了图审 但这帮人可都是业内人士 对于审判人的那一套 可以说门清了很 因此审了半天 没有一个人承认贪污 而此时的阿汤哥 已经被廉政公署严密的保护了起来 由于小黄没有参与贪污 因此很快就被廉政公署给放了出来 经过几天的审问 廉政公署也没能从这些人嘴里 问出一点的线索 最后不得已把三哥和华仔给放了 但同时这二位也被停职了 老梁作为这些人的头也被正式拒捕了 几个人经过商量 认为必须要有一个人出来扛这件事 这样才能保护住其他人 虽然阿汤哥目前是廉政公署的污点证人 但他毕竟杀了违仔 经过协调 廉政公署带着阿汤哥来到警察局携受调查 这下是机会来了 小黄上去就开始跟阿汤哥玩命了 净哥哥为了容儿也是豁出去了 两人在屋里打的是不可开交 这阿汤哥就是个魂不吝的 小黄拿他根本就没什么办法 本来华仔想趁机把阿汤哥给干掉 但阿汤哥的命是相当的硬的 最终还是逃过了一劫 面对着廉政公署的步步紧逼 老梁打算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一切 但廉政公署根本就不买账 为了让廉政公署停止调查 保住其他的弟兄们 老梁一怒之下上吊自杀了 老梁的死果然打了廉政公署一个措手不及 关于贪污的调查也进行不下去了 既然阿汤哥已经没用了 于是廉政公署决定把阿汤哥交换给警方 交接地点就位于市中心的富豪酒店 此时的阿汤哥意识到 失去了廉政公署的保护 那帮警察一定不会放过自己 于是在交接的当天 他狗急跳墙 首先把廉政公署的人给干掉 然后趁机便打算逃命 接下来就是一场大混战 阿汤哥虽然命硬 但也架不住那么多人的追查 最终被小黄和华仔也活捉了 随后大批的警察也赶到了 放虎归山是不可能的 为了以绝后患 华仔当着警察的面干掉了阿汤哥 然后来了一个花样自杀 扛下了所有的一切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糖吃压经吧 五只老虎去下饭 其中一直找不见 人不畏己天诛灭 燕熙早晚就得散 除了小凡人吃压 呼召唤 政府中详按钮 量